我得不到的 你别想得到 小心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 温叔 伯父 周伯父 你先坐 坐 世红 我爹呢 他人在哪儿 雪梅 你冷静点 你爹他 现在大夫 正在屋里面 帮他诊治 一会儿就知道结果了 怎么会这样呢 我爹为什么会受伤 你不是说 没有危险的吗 我 雪梅 对不起 你爹是为了救我 才被刺伤的 又是你 周若云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 爹为了救你 什么都做了 可是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你到底要我爹怎么样 你才满意啊 雪梅 这件事情不能怪若云 要怪都怪我 是我没有把王老爷 给照顾好 你不是要保护我爹的吗 你为什么让他受伤啊 他如果有事 我就跟你拼了 雪梅 雪梅 冷静点 你爹吉人自有天下 一定会没事的 大夫 大夫 我爹他怎么样 你快说我爹他怎么样 我不能没有他啊 好好好 雷刃刺中了汪老爷的腹部 伤到了脏脊 情况不是很老关哪 雪梅 雪梅 大夫 求求你 他是为了救我们 他想再伤成这个样子 你无论如何 也得把他救活呀 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哦 你们可以进去看他了 若云 进去吧 我 我不知道 该怎么见他 见了他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爹 雪梅 别哭 都是爹不好 爹对不起你 爹梅对不起我 都是我的错 您一直都是最疼我 最爱我的 雪梅 别哭孩子 你 你要坚强 就算爹以后走了 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活下去 不 不爹 您不能离开我 好 雪梅以前做了太多的错事 让您操心 以后雪梅再也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有你这句话 爹 爹就心 心满意足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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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叫我 王老爷 该改口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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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好等她 不需欺负她 不然我 我 我不会饶过你的 爹 您放心 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 保护好雪梅和孩子的 我还没有 给我的宝贝外孙娘起名字呢 不知道 我 我还有没有这个时间呢 爹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时间的 你不是跟我说 你还要送我出家的吗 爹 我 不敢这样吧 就把满月酒 提前到明天办 一来可以帮汪伯父冲冲喜 二来也算是帮汪伯父 完成一个心愿 你们说好不好 好 这样好啊 冰封啊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你 你 一定要给雪梅办个 风风光光的婚礼 啊 好 我立刻就去办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啊 是我 爹 你少说点话吗 你休息一会儿啊 爹不累 我没事 是 若云呢 若云 伯父 若云一直在门外 周伯父也来了 我现在就去请他们进来 好 好 爹 都是因为他 您才受伤成这个样子 你还见他干吗呀 不要 不要拐若云 是爹自作自受 爹 以前作孽太多 害得你们骨肉相残 爹只希望 希望看到你和若云 姐妹和好 相互扶持 爹就是死了 也没什么遗憾了 不 爹 你别吓我 你不能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爹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伯父 若云来了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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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伯父 你怎么还叫他汪伯父 你怎么还叫他汪伯父 爹现在已经这样了 难道你还不肯原谅他吗 若云 爹不敢奢求你原谅我 我只想听听 听你叫我一声爹 若云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爹过去是犯了一些错 可他早就悔过了 今天他为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就叫他一声爹吧 你 是因为我吗 因为我过去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 所以到今天你才不肯原谅爹呢 如果是这样 我跟你道歉 我跟你认错 只求你能喊他一声爹 雪梅 你快起来啊你 若云 我不希望你能原谅我 但是我求你 看在爹救你一命的份上 你就别让他老人家再失望了好不好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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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叫不出口 从小到大 我就认这么一个爹 从小 他对我照顾备至 是 疼惜我 宠爱我 可是他呢 他从来没有养过我一天 没有抱过我 没有看着我长大 我生病的时候他在哪儿 我摔倒的时候他又在哪儿 甚至 在我最无助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他还在帮你打压我 这些都是我的错 因为我妒忌你 所以我不停地报复你 我无中生有 我操耀生失 这些都是我的错呀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你可以打我 你骂我 我都愿意 但是这些真的跟爹没关系啊 自从爹知道 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以后 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为了你 他去跟白元周旋 也是为了保护你 他当中揭露我怀孕的真相 难道他这样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是诚心诚意地要忏悔 他真的爱你啊 若云 我求求你了 就喊一声好吗 韩医生爹难道真的那么难吗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才可原谅爹啊 我给你磕头了 我给你磕头行不行啊 雪梅 你 你别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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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梅 你快起来 来 伯父 我们给若云一点时间 我相信 等若云了解了之后 她会原谅这一切的 可是 我怕没时间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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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我怕不? 我怕你实 total nightmare 我怕你… não 我怕 draußen 你了 我怕什么够吧 我怕谁 Border 太孩子了 我不 hp 苦和怨恨都放下了 他也承受了很多 毕竟那是你的亲生父亲 血脉相怜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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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我去交代 你不要吓我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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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欠我的还没还呢 你还没有替我喊你一声爹呢 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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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什么 你 你再叫我一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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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怪你一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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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禀风 世红 若元 你们来了 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都忙得差不多了 不用了 对了 若元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一下 雪梅打扮好了没有 这按照规矩啊 拜堂前新郎是不能见新娘的 可是我又有点担心她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去看看 好 你是想要制造机会 让雪梅和若元两个人 好好聊聊吧 希望她们姐妹俩 可以好好谈谈 把该化解的恩怨都化解了 这是她爹最后的心愿 一定会的 更何况她们俩是亲姐妹 好了 兄弟 该你帮我忙了啊 走 爹啊 不哭啊 不哭啊 不哭了 孩子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老爷给你摆满月酒 爹跟妈成亲的日子 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可是你老爷身体不好 妈好伤心 妈好怕 你老爷不能看着你长大 小姐爷 请进 小姐 节时快到了 您应该梳妆打扮了 好 来 来 她怎么还是一直哭啊 还是我来抱抱 不哭了 不哭了 雪梅 还是我来吧 来 今天是你成亲的好日子 你一定要好好地化个妆 漂漂亮亮的才行 这孩子呀 就交给我吧 你看这孩子 她知道是姨妈抱着她呢 都不哭了 真可爱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乖啊 真乖呀 不哭了 若云 你看 我这样行吗 挺好的 就是 你的眉毛再浓一点就好了 你帮我 好 来 来 别乱动啊 小心我画歪了 好了 你看看 我突然觉得 我们两个好像啊 是啊 怎么我们以前没发现呢 谁说没有 以前几个朋友当中 你和我是最要好的 也该算是有缘吧 那儿 那个时候 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姐妹 我总在想 你要是我姐姐该多好 我也是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女 我当时多么希望能有个姐妹作伴啊 我 一直到世红的出现 那个时候 世红眼里只有你 看到你们两个默契地在一起 我就只剩下吃醋跟妒忌了 好来 你跟世红被迫分开 我才有机会跟他在一起 那个时候 我就暗暗地发誓 我哪一点都不比周若云差 我爱世红 世红一定会爱上我 我要得到她 她是我的 就因为这样 我们两个不再是好朋友 而是相互仇恨的情敌 再后来 我知道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我们成了真正的姐妹 而我这个妹妹 永远都是姐姐你的手下摆将 雪梅 你真的这么想吗 就像昨天你说 我是因为一直不肯原谅你 所以才不肯叫爹 其实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一直把我当作 夺你所爱的敌人 没错 那个时候 我一直认为 是你害我得不到世红的爱 害得我 被世红抛弃了 直到今天我才释怀 那都是我自己的错 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新牢 把自己困在里面无法解脱 其实幸福已经在我手里 是我自己不懂珍惜罢了 那些不幸都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将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一直到永远 这是一个姐姐 对妹妹的祝福吗 是 是我发自内心最真诚的祝福 我只希望 我的妹妹会永远幸福 姐 是 爹 女儿叩谢您的养育之恩 雪梅啊 你何其幸运呀 今生今世 能够遇到 如此真心爱你的禀风 所以爹希望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 要好好相赴教词 明白吗 谢谢爹 女儿明白 禀风啊 雪梅 从小我就不舍得打 不舍得骂 才让她养成了 这么骄纵任性的性格 幸亏她碰上了你不离不弃 才让她品尝到了人生的幸福 我真的很感谢你 爹希望你 从今后能继续真心真意地爱她 不要让她受任何的委屈 好吗 爹 我答应你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盼来的幸福 我一定会和爹一样 好好地呵护雪梅 好 好 好啊 禀风啊 我就把雪梅交给你了 看看爹妈 嗯 看看爹妈 爹 您不是说趁着孩子满月酒 要给孩子起个名字吗 没错 孩子的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就叫她念心 念心 我给她取这个名字 是为了 纪念这孩子的表姐天心 天心是个聪慧又懂事的孩子 可惜她走得太早了 哦 同时呢 我希望 这孩子 能像她表姐一样乖巧 可爱 让雪梅省心 还有 也能让若芸有个安慰 雪梅 若芸 若芸 你们看行吗 爹 我觉得挺好的 就叫念心吧 好 爹 谢谢您的一番苦心安排 您也一定要让念心 在老爷的呵护下 好好长大 我答应你们 我答应你们 来 白人 有人来看你了 赵老爷 你们聊吧 兄弟 出去了 好 谢谢两位大哥 好 孩子 你怎么这么瘦啊 你来 是看我笑话的 我是你的亲舅舅 怎么会看你笑话呢 这都是你平常最爱吃的 是你舅妈亲手为你做的 来 来尝尝吧 这牢里的条件差 你一定是 吃不好也睡不好的 怎么了 孩子 舅舅 舅舅真的不是看你笑话 舅舅是希望你在这里 能够好好地改过自新 将来回来啊 你还是周家的人哪 我做了那么多错事 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不管你做了什么 你都是我们家的人 舅舅也反省过了 都怪我 当初没有好好地严加管教你 你今天才会变成这样 舅舅 舅舅 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向你妈交代 舅 是 舅舅 孩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舅舅 请你原谅我 孩子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任何人 求求你 请你原谅我 好吗 求求 我知道错了 孩子 求你原谅我 求求 原谅你 所有的人 都会原谅你 和孩子 好好改过 该好了 你还可以从头来 舅舅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 舅舅 孩子 我知道错了 你一定要原谅我 不要把我丢下 舅舅 舅舅孩子 我错了 念心乖 念心睡觉觉 念心乖 念心睡觉觉 念心乖 乖乖 睡觉觉 爹 你看谁来看您来了 天佑 若鱼你们来了 天佑 快叫老林 老爷 老爷 我的乖孙子 天佑啊 又长高了 爹啊 自从身体好些之后 成天就喜欢跟孩子玩 生意都不管了 害得丙风啊 一个人得忙里忙外的 怎么 这就心疼他了 不是 我是怕丙风经营不好 你好不容易创立的百货好 怎么会呢 丙风要不是个人才 我怎么会答应他 把你嫁给他 爹 这是我今天早上熬的鸡汤 您赶快趁热喝了吧 好 女儿的鸡汤我得喝 好喝 若鱼 你果然在这儿 铁川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世红就要出发了 怎么 世红还是要出国吗 是啊 我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不肯接受世红 世红心里面难受 也就只好远走他乡了 若鱼 你真舍得是红走啊 不然又能怎么样 我们两个注定没有结果 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什么阻碍都没有了 为什么两个人 还不能在一起呢 姐 你还是放不下世红 你也不希望他远走他乡 对吗 他的未来他决定 我根本没有立场 要求他做什么 你的心里会感到别扭 是因为我吗 我心里好乱啊 我也不知道我心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这么做 其实只是折磨你自己 折磨世红 还有我 不许美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可我这么想 你只要一天跟世红 没有结果 我就会觉得 我是那个毁了 你们真爱的罪人 姐 你是在惩罚我吗 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不好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我给你造成的伤害 那你为什么不能 接受世红呢 要不就是为了天心 我明白 你把天心的死 都怪罪到自己身上 你解不开这个心结 所以不愿意接纳别人 你看我 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人生 可是我已经走出伤痛了 我不在远天尤人 为什么 是天心给我的力量 天心的死 不是你的错 是天心的命 如果天心在天有灵 她也会希望她妈妈 能够早日得到幸福 你认为我 哎呀 我又如果想说 在哪儿 你都说 你是不是 这个合作 你会画的 就不清楚 好 你看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弘 妈 师弘 妈知道你决定的事情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 妈不会再劝你 但是你一定要答应妈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多保重 妈会日夜已在门前盼望你早日回来 妈 您要好好保重您的身体 少爷 您放心 老夫人的身体我会好好替您照顾的 可是要是老夫人心里挂念您 我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少爷您一定要早点回来 千万不能让老夫人等得太久了 谢谢你 少爷 妈 我走了 禀方 家里的一切要麻烦你了 少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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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别难过了 先进屋吧 伯母 若芸 我来找世弘的 你晚来了一步 世弘刚坐车走了 走了 若芸 她刚走没多远 我带你去追她 走 快去吧 走啊 若芸 快追 一定要追到她 千万别让她走 她安静 她 你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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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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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